韩国第58届白响艺术大厢卧下了帷幕 最受关注的是电影最佳男女主角将 以及电视剧最佳男女主角将的获得者中 有一个这两年在中国很火爆的名字金泰黎 然如其名 金泰黎仗了一张电性的韩国电影链 如同知识青天的冰糖雪梨 翠胜生水汪汪辨识度极强 从轻偏一律的韩国女艺人中脱颖而出 因着这份气质和脸 中国的观众们对他颇有好感 他获奖的消息一出 大家都纷纷赞叹道 不愧是顺风顺水的中午露华旦 这里有个新名词 中午露给大家科普一下 在韩国娱乐圈 中午露是电影的象征 这里聚集了全韩国最多的电影公司工作室 成绩上万的电影从业者都汇聚在这里 所以韩国把一些演技好 主流奖项多的电影演员 唱为中午露拍 韩国的演员们也能以出身中午露为荣 金塔利正是中午露派演员之一 他与金高银金多美并称中午露三金 祝金塔利拿下事后的是二十五二十一 这是一部电影的偶像小甜剧 他在剧中饰演极箭选手罗西洞 与南朱赫饰演的白亿琛 有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 两人最后没有走在一起 成为剧名最大遗憾 就连金塔利的妈妈都入戏极深 打电话问他 你为何没跟白亿琛结婚 母女间的对话超诊时 黎马替居民说出了心声 令大批网友感动油烟 我哭了 金塔利结束戏剧二十五二十一拍摄后 罗西渡角色形象神之人心 监禁公司趁势推出金塔利的Vlog纪录片 记录他的生活日常 开车四处玩耍理由 乐观的面貌宛如罗西渡从剧中走出来 影片也曝光他与妈妈私下的真实对话 黎马问出剧名的心声 你跟白亿琛为何没有结婚 虽然我个人是能够理解的 他洒脱的回答 可以理解就好了 金塔利回答超洒脱 妈妈暖心告白 多亏了女儿 两个月的时间很幸福 看得很有趣 不是因为我女儿才这样说的 金塔利笑答 就算是别人女儿也会很帅气 接着他大笑夸妈妈 不过就是因为是自己女儿 所以更帅气 电话另一头的妈妈笑得更开心 母女俩感情深厚 黎马欲其欣慰地说道 这样跟女儿聊天心情真好 金塔利与妈妈的对话先起热议 在我国 几乎不存在凭借偶像剧 拿主流事后奖这种情况 一方面说明了韩国在偶像剧上 确实领先一步 另一方面也足以证明 金塔利的演技有多么优越 如果你是因为25、21才认识金塔利 那你可能不知道 这位星际士后有多么高的起点 在他刚兼演25、21的时候 各种被朝后继无力资源降级 尤其是在韩芸娜中 电影咖就是高人一等的鄙视链中 他下翻出演电视剧 又是最底层的偶像剧 意味着沈梦似乎不言而喻 但他就是有本事 能将到手的资源转化为奖项 更重要的是 再次吻顾他在关注信中的口碑 金塔利的出道代表作是电影小姐 没错正是那部金鸣系主演 上映后创下韩国19金影片 最高首映票房记录 并横扫国际电影节奖项的小姐 金塔利在此之前 并没有主演过任何影视剧 基本上没有表演经历 更不是学习表演出身 当年已经26岁的他 凭借着一张肃静的 可塑性极强的脸 以及他衍生的天然表演方式 从大批前来视镜的女演员中 被导演一眼相撞 金塔利无疑是幸运的 他的起点在很多很多演员看来 可能是一辈子都过不到的资源 而金塔利不负所托 他在这部电影中 贡献出了完全不像新人的绝佳演技 以黑马之姿在中午路站露头角 出道作品便能在国际上刷脸 正让韩国本土对金塔利格外看好 不但在本土的主流奖项中纷纷提名 各种时尚资源也是皆中而知 这意味着金塔利一步登天 直接撒进了韩国的电影圈 会有着无数有纸剧本送到他手上 供他选择 不过金塔利在随后的第一女主剧本的选择上 让很多人出乎意料 他选择了翻拍日本电影《小森林》 《小森林》安静到几乎连台词都没几句 全篇演员恨不得不吵过十个人 全靠女主角的眼神表情成其正部电影 再加上美景和美食的渲染 这是一部电型到不能再电型的文艺片 金塔利和《小森林》是双向选择 他有着最契合女主角的原生态面貌和气质 他本人也很喜欢这种细腻传达情感的作品 作为翻拍电影《哈马小森林》 虽然在口碑和知名度上远远不及原半 但金塔利自然生动 灵巧清拓的演技 还是让这部电影的票房超出预期 此外 他的另两部电影 分别是和合正于金伦氏等人合作的《1987》 以及和宋忠基合作的《胜利号》 小姐之后 金塔利这三部电影的反向都不如预期 所以随之监验25、21的他才会被炒资源降级 其实那三部电影并不怎么样 确实 从商业后的效果看 大家可以骂后炮的说一句 金塔利的资源不怎么样 他往前看 这些电影在筹拍时 哪一部不是大家眼中的聚兵 《1987》是历史背景的政治题材电影 汇集了韩国众多一线电影咖 男性群向性 而金塔利是第一女主 出现在海报上的那种 放在我国那就是类建国大业 从一线到三想花旦云集 而某某是官方认定的戏粉最重要的女主 胜利号是王妃出品 投资高达240亿韩元 预合人民币1.43亿元 结合成人民币听之时不多 但对于韩国电影来说 这已经是巨额投资了 又是韩国闲少涉足的科幻类题材 作为打开新领域的剧作 还看不出金塔利有多受韩国本土的重视吗 自2016年出道以来 严格来说是2014年拍广告出道 金塔利举拍了四部电影 两部电视剧 平均一年也就拍一部作品 而且他刻意减少曝光 除了一些必要的活动之外 韩少出现在镜头前 他爱护羽毛 贴近生活 拍戏重质不重量 这是他每每出现在大小萤幕里 总能用最平时生动的眼睛 俘获观众眼神的观俏 仔细想想 这也是大部分优秀演员们的共性 无论国内国外 作为影视作品的再创造者 富裕角色的面貌和生命的演员们 总是有意保护着自己的私生活 有时候不让大家过于了解自己 才能更有秀地打造角色 演讲力才有故事 抓住镜头才有氛围 在百想艺术大厢的颁奖典礼现场 听到自己名字的金泰铃 肆意放纵着自己的惊讶和开心 他一板按下了前来跟他拥抱的男艺人 开心地走上台去 注重纯天然的肆意 洒脱 鲜火和烟火器 一定是他能够成为 顶级艳燃的天赋之一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